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经济部的说法 为什么油价连酒降 说是没有料到趋势反转 这么短的时间就反转 我们那时候都讲国际原物料整个体的趋势是下降的 你们为什么还要涨价 对不对 你们都是坚持涨价 对不对 那经济部的分析 评估的作业 这些人员是不是要负责 经济部自己做决策的人是不是要负责 结果刚才我们大家都问说做决策 现在做决策那个时候您的前任是黄仲球 他现在去做台电董事长 是这样的情形 结果台电也换汤不换药 也还是一样赤长 董事长互相轮掉 还是这样的情形 所以我们也真的 我们在这方面我们看到 当初做这个决策 一下调账这么多 没有注意到整个国际原物料都在下降的这个趋势 结果没有考量到民意的接受度 没有考量到物价的冲击 结果把应该做对的事情 结果你方法做错了 结果也整个都错了 所以经济部在这方面真的我们希望次长您上任以后 我们也希望说今后您在做相关的决策的时候 能够考量到更周延的各方面的层面 如果连这么短期的趋势 经济部都没有办法掌握的话 那表示经济部有严重的问题 严重的问题 而且我们当初咨询的时候 在人们咨询说国际原物料都下降 你们为什么还要涨 你们都正正有词 可是到了5月1号到总统府去的时候 每一个在场的都比部长官大 那时候我们看到上面怎么讲部长就怎么试 那这样子决策方式是危险的 是危险的 是官大学问大 官大声音大 官大维权大 那这样做决定的话 确实也很大的问题 那我们今天看到 今天考量到水的自来水 水法 跟我们的有关的这个相关的这个 除了自来水法之外 还有水利法的这些相关的这个修正 这些提案我们大家一起参与联署 它的基本的这个目的都是希望能够协助 这个目前的没有自来水的地区 或者偏远的地区 向政府申请自来水管线设施的时候 能够增加他们的诱因 能够降低民众的负担 配这个水管的这个相关的这个费用 那基本利益都良善 可是我们看到 部里面的回复 都是讲说 还是由本部持续的延提计划 跟去办理无自来水利区供水 改善工程方向 较辅实际 就是不辅实际嘛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我们也接到很多各方面的陈情 现在政府要发展 这个科技用水 结果科技用水 现在没有用水 现在水又跟农民抢水 那农民又反弹 然后现在发展观光产业 发展观光产业 现在盖旅馆 现在申请用水 也不能够配管线 也有问题 那政府的产业 都是重大要优先发展的产业 结果相对的 水的资源的供应 却没有办法跟上 这是我们所关心的问题 所以我们干脆就修法 从法律上根本解决 这点我想轻轻次长您的意见 我们让国民有自来水用 我想这个是我们施政的目标 但是因为台湾的这个状况 跟国外的很多状况不太一样 就是我们有高山的比例非常高 然后有很多偏远地区 所以食物跟理想中间多少 有点距离 所以我们是希望 在工程短期没有办法达到的部分 我们尽量先走 减易自来水的部分来做供应 因为如果要铺一个非常长的管级 它的费用是负担是非常重的 所以我们是从理想跟食物之间 能够尽量来求取平衡 那么如果我们做的不够的地方 我们会努力的尽量的能够来做好 对在减易自来水的方面 当然也希望就是 你水支援一下水利鼠的气体去开发 对不对 那我们看到像现在中部科学园区 四旗二林的基地在彰化 环保团体跟农民团体也都抗议 那在这个整体的这个规划方面 里面有好几个方案 这个科学园区 原来这个国务会也有好几个方案 可是大家都觉得 真正归根结底有效的 是你去改善漏水率 你改善漏水率 每天就可以省下1.2万吨的这个用水 足够中科四旗的使用 而且预算低 而且降低民众 去超抽这个地下水 彰化的民众 也可以减缓地层下限 也不需要调整农业用水 而且也使得高铁的这个机装 不会下沉 那这些部分 那就是经济部 水力署方面的这个执掌 我跟委员报告 我们是采用多管旗下的方法 就是解决台湾的水资源问题 但没有办法用一种方法就来解决 水力署跟水公司 你在这方面你都可以去做 所以我们包括了漏水率的降低 新水源的开发 还要根据它的地区性的不同 每一个地区 它的特性的不同 会采用不同的方法 从水库到 离草水库到 河口水库 或者是用平地水库的方式呢 都用不同的方法来做 那尽量能够跟当地 能够取得平衡 不过长期以来我们的水水源大部分集中在农业用水 这个是一个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所以我们必须考虑做适当的调配 让一部分的比较没有效率的农业用水能够提供附加价值比较高的产业来使用 这个是我们在持续努力 像市长像我们可以看到 去年啊 这个Simona大使 就以色列做我们的代表了 他要求我们国会外交去访问的时候 他就讲以色列在节能用水方面 是非常有效率的 而且希望在这方面跟我们中华民国政府 加强在这方面的合作 张良大使在这边也积极地想推动 可是感觉到国内的配套的这个 这个这个积极的意愿 不管是农委会也好 不管是水利署也好 好像就不是那么的积极 对不对 像这个废水回收再利用 那你这个工业区 你也应该整体的去帮他们规划 不要个别厂商来做 他还没有这个土地已经那么小了 你总体去规划废水回收再利用 那这样子的话 对于工业跟农业增水的这个情形也可以减缓嘛 然后你废水回收再利用 说这个他可以这个 这个用逆渗透也好 用什么这个电锡渗透也好 他可以把水的这个美顿的这个原水的这个价格可以再降低 那这个工业局就应该去加强在这方面做啊 我们在这个高雄江湖出口区水利署已经做了一个磨厂 那我们在林园工业区已经规划要做 但是跟委员坦白报告 中间一个比较大的困难还是在于 废水回收的水价比目前的自来水的水价中间还是有差距 所以呢厂商要使用废水回收呢 他又不愿意 那你就要这样强制的要求他 对不对 否则的话工业跟农业增水永远用不完 永远生不完 我们现在跟工业你就要他被水回收再利用 这是他的必须的在节能减碳的环境要求之下 他必须要这样做 否则的话他就不要开开场 所以工业局跟水利署目前开始要准备在林园地区来做这个 同时科学园区在台中台中中科园区的部分也在规划做废水回收 另外像水利署啊 当然现在以后可能会归到这个国家资源环境部去了 在水利署在这方面也应该推动跟农业部门加强这个协调嘛 我们有各种各样的灌溉方法 有滴灌有撒灌有勾渠的灌溉这种方法 我们看到以色列的方法 他用那种大的温室鼓动 鼓励农民用温室去栽培用滴灌 甚至即使户外的也是用滴灌的这种方式 但他可以用农民的用水就可以节省很多很多 那工业用水就不会抢啊 可是你政府在这方面 我们没看到有什么具体实验的这个方法 我们一再讲说我们的那个亚洲蔬菜中心 现在已经闲置在那边大部分闲置 为什么不能够做这个示范呢 也没有在集结示范 我们讲了好几年 政府就停摆在那个地方 然后重复的问题 像西州的乡民的抗争 这个凸显高科技跟农业用水 这个争竹这事情一再的重演 那政府做了什么事情呢 这边我们是要强力的在这边跟你们这个质疑的 感谢您的